也没有差别 下面是中国同学问题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墨学是出家弟子 最近遇到一位居士 彼此从未见过面 单独深感 深刻感觉是别离已久的亲人 见面时很难控制情绪 障碍修道 我们怎么能把这种缘分转变为赠上 这个情形有 大概中陌生博士给朱一家 现在这个英国轮回 他举了很多外国的例子 有这种情形 确实过去深重的家庆权术 遇到了那个情质还没断 所以会引起信息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那你既然是出家修行 有两种方式 你有能力 有定功 你帮助他 帮助他学乎 如果没有这个定功 没有这个能力 就回避 尽量不要跟他见面 那等到什么时候 你功夫成熟了 你再去读他 现在功夫不成熟 语言理得好 不要不要轻轻 慢慢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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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和 的